谢谢 谢谢 谢谢朋友们 非常感谢 大家好 每次为了上台讲五分钟话 我得在后台化俩小时妆 刚才我还问化妆师说 天哪 我们靠讲话示范的人 都要画这么久 那那些靠颜值示范的人 得画多久呀 他说不用多久 人家长得好看 化妆师太狠了 每次跟我化妆都说 你这个眉毛不行啊 遮掉重新化 鼻子不行遮掉重新化 嘴巴不行遮掉重新化 之后基本就是 把我整张脸全盖上 再另起一张脸 感谢化妆师啊 谢谢他们给我脸了 就他们给的这张脸 是真厚啊 上面起码糊了 水 精华 乳液 面霜 妆前乳 隔离粉底 遮瑕散粉 定妆 喷雾 眼线 睫毛膏 鼻影 侧影 眉粉 腮红 口红 高光 一段脱口袖罐口 爆妆名献给大家 十九层 我的天哪 就这么跟你们说吧 我的脸现在卸完妆啊 只有这么大 就在我的脸上 要是有只蚊子过来 叮一口 它会当场崩溃 叮完就 这人是死了吗 另外只蚊子在我脸上 一边拔腿一边说 死没死不知道 但这个女人 我是陷进去了 真是啊 女孩子我们现在 化了全妆还不满足 我们还要用美颜相机拍照 你感觉美颜相机 看到你脸的瞬间都困惑了 说 哎呦 我还能为你做点什么吗 化了全妆 还要用美颜相机拍照 这种操作就特别像 咱们小时候那种学霸同学 考了个一百分 还要拿着那张卷子 去找老师 老师 请问我还有什么 可以努力的地方吗 其他同学都看不下去了 说 同学 你要不努力做个人吧 真是 现在化妆太卷了 我们除了化脸 然后开始化发际线 化锁骨 化腹肌 所有的美妆博主 还不断地告诉你 女人 你的头发 是你的第二张脸 你的后背 是你的第二张脸 你的胳膊肘 是你的第二张脸 反正女人从上到下 除了第一张脸 全是第二张脸 你要不倒齿 那你就是给脸不要脸 为了强调化妆有多重要 美妆博主 他们经常画着一个 非常精致美艳的妆 跟你说 姐妹们 其实我卸了妆 也只是相貌平平哦 哇 好巧 我化了妆 也只是相貌平平哎 我要是努力自己化 还能低人一等呢 早知道 现在化妆这么重要 为什么要让我们自学呀 它应该塞进 我们的必修课呀 对吧 那我这种手残的小孩 应该从小就会被老师骂 说 小陆啊 你怎么又脱妆了 这给你化给我化呢 我说了多少遍 妆前要补水 妆后要喷雾 这么简单的口诀记不住 你真是我带过 最难看的一个学生 还好意思哭 你现在好好化 将来好看的是你自己呀 我在想 你说我们化妆这个事情 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呢 对吧 会不会到我80岁那天 为了优雅的老去 我还得哆哆嗦嗦地给自己化妆 对着那个镜子 哎呀 画得差不多了 哎呀 三分定个妆 哎呀 都没了 哎呀 不错 看看今天化得怎么样 哎呀 太近了 哎呀 不错 至少年轻了10岁 哪儿不对劲 哦 假牙没戴 假牙得戴呀 视频里都说了 假牙可是女人的第二张脸呢 好 听了 大家 哈哈 哈哈哈 感谢观看